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个课程是说明低功率设计与炼能系统 我是焦耀电机系教授陈柯宏教授 很高兴同学参与这个课程的内容 可以体会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绿能能源的转换技术 课程中我们希望有很多的实验电路的介绍 让每个参与的同学知道并熟悉电路的设计 当然课程中我们希望每个同学可以做中学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 我们也希望可以从理论基础延伸到实作的能力培养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个课程吧 首先是我们课程的大纲 我们会希望参与的同学可以学习到以下的相关知识 第一是我们会介绍电路系统中的能量来源 我们知道存在这个地球中有着很多的能量的来源 既然我们需要去转换这些能源 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些能源的特性 知道这些能源的特性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如何转换这些能源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烈能系统的架构 由于不同的能源有着不同的特性 所以相对应的转换架构就会不同 因此我们即将会介绍从交流转换 交到直流的架构 以及直流转换到直流的架构 这些不同的架构如何因应烈能的能源 做出最佳化的架构设计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最大功率追踪的技术 也就是所谓的MPPT技术 藉由MPPT技术 我们就可以追踪到最大的功率点 也就是对于输入端做回溯控制 当然此时输出端是没有整流的 输出端的部分 还需要藉由整流去做输出的电压整流功能 另外我们还要确保整个电路是在没有电池 或者电池耗尽的时候 可以藉由启动电路的协助之下 再把我们需要的能量转换成控制的能量 如此一来就可以确保整个电路可以永续运作 可以利用烈能所得到的能量一直让电路工作 从这一张烈能系统中的MPPT的变化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这些Source当中的不同的曲线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变年的二极体 所以它的曲线变化是MPPT一点追踪的困难度增加 另外对于热电转换系统以及Piezo Electrical的一个系统 它们基本上都是符合主抗匹配的一个原理 所以MPPT一点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开回路时电压的一半 以上我们看到烈能能量的来源的特性 更可以看到我们设计系统的一个变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